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帕奇帕萨在微博的探索与实践 首先简单做一下本次分享者的介绍 我叫全利明 另一位分享者是陈建波 我们是微博的大数据工程师 目前主要负责微博消息中间件系统的建设 今天的主题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会简单介绍微博消息中间件系统的业务背景和系统架构 第二个部分主要介绍当前系统存在的痛点问题 以及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使用PASA 第三部分会从流量控制和数据管理两个方面出发 介绍在PASA使用过程中 基群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建议 第四个部分会介绍PASA监控方面的一些核心指标和实践思路 第五个部分会从实际的案例出发 介绍PASA基群性能压测和性能调优时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的解决方案 首先进入第一部分业务介绍 微博移动互联网为3.5亿的全球 微博智能手机用户提供互联网产品和服务 那么在此基础上 我们团队主要为微博内外销实施计算业务 提供高通图 低延时的数据接入 消息对裂等服务 同时也覆盖了如应用商店 软视频 广告等诸多业务 目前已经具备了10万亿级记录每天的数据规模 在系统的设计上 数据接入层具有统一的数据接入 数据采集服务 也支持SDK的方式进行直联 消息中间键部分则是由 卡夫卡和PASA共同承担 PASA当前的承接量级也达到了千亿的级别 数据处理的部分则是由 Flink、Spark等组件进行消费处理 这里主要说一下卡夫卡集群的现状 卡夫卡目前采用多集群的方式 根据不同的业务量级、重要性 分别使用不同的集群去提供服务 比如说计费集群、搜索集群、日日集群等 在卡夫卡集群的内部 因为卡夫卡本身没有提供业务层面的资源隔离的能力 因此我们采用的是物理隔离的方式 根据不同的业务重要性 将不同的业务的topic、topic分区 控制在自己的资源组内 避免业务之间的一个相互影响 在资源组的内部则是通过我们系统提供的负载均衡组件 从集群收集topic的流量、分区分布等一系列的信息进行汇聚计算 最终会生成副本的迁移计划 那么从整体来看的话 卡夫卡已经从多集群部署、资源隔离、流量均衡三个维度 已经保障了基本的稳定性和资源利用率 那么在这之上还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由此进入第二部分的内容 介绍当前系统存在的痛点问题 以及我们为什么会选择使用PASA 在过去的几年里 卡夫卡集群承担着 vivo内部各个方向的业务 原来的业务流量在不断的上涨 那么新的业务也是在不断的接入 流量翻了几十倍 那这就导致存量的集群越来越大 Topic以及Topic的分区总量也在不断的增加 集群的性能会受到影响 那卡夫卡的高性能 比较依赖磁盘的顺序读写 那大量的分区分布在磁盘上 也就导致了微小力度 读写顺序读写变成了一个随机的读写 那第二点呢 存量集群规模会不断的变大 那么这就需要涉及到老的业务进行 集群的拆封迁移 那另外无论是资源隔离 还是集群的隔离方式 那由于集群不可以进行动态的扩缩容 集群也不能进行灵活的调配 那都会存在资源利用率不高 机动性太差的问题 第三点 集群的扩容慢 需要做长时间的流量均衡 难以另对突发的流量 那集群规模越大 那么这个问题就会越加的明显 第四点 因为集群中存在较多 消费处理逻辑比较重的业务存在 那么这部分的业务增加了消费实力的方式 它就是非常依赖分区的扩容 这也就导致集群的原数据会疯狂的增长 另外消费不均衡也是一个业务的痛点问题 那最后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集群的规模比较大 然后机器的数量的基数也是比较大的 经常会出现机器的硬件类型故障 尤其是磁盘类的故障会占了三分之二 那虽然卡夫卡本身的故障容错做得非常好 但是依旧会因为一些用户的客户端版本问题 或者是使用场景问题 磁盘类的故障会对客户端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 比如说任务重启 流量掉零等问题 那这里缺少一层中间层的故障容错 那简单总结一下就是 面对庞大的集群流量以及各种业务场景 那综合考虑集群的稳定性和成本的因素 我们需要一个功能更加丰富 适用更多场景 扩展能力更强的消息组件 那么PASA是如何解决我们的问题的 我们可以从PASA的架构和消费模型入手 首先来看一下PASA架构设计 从整体的一个架构来看 它是一个计算层与存储层分离的一个架构 在计算层它有broker节点 broker是对等且无状态的 可以做到broker层的一个快速拓展 那在存储层它是用booke per 作为PASA的一个存储层的节点 booke per没有leader和follow的概念 那么每一个booke节点它也是节点对等的 那么在节点对等的基础上 整个broker计算层和booke的存储层 就做到了一个分离 那最大的好处就是计算和存储 可以分别独立拓展 比如说存储层资源不够的时候 那么只需要单独去拓展存储的节点 那第二个优势就是 每一个计算层和存储层的节点 它都是轻量化的 一旦出现故障和当机的情况 能够快速恢复 从我们实际测试和使用过程中来看的话 就一般情况下都可以通过快速下限和上限 来完成一台机器的问题处理和恢复 同时booke层也起到了一个不可以容错的能力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自盘内的存储层故障 它就不会直接传导到客户端 基本上可以做到对用户的无感知 第三个优势就是扩容时 不需要进行数据迁移 也能够实现实时的数据均衡 那booke在之上 它会有一层bundle的逻辑概念 用有限的bundle去映射了海量的topic 因此topic可以随着bundle的迁移而迁移 那么根据booke的负载均衡算法 去动态调整这个bundle 也就做到了流量的迁移和均衡 而在booke这一层 存储这一层的话 则是通过分层分片的架构 将数据打散得更加的均匀 那booke扩容的时候 会有内部一个选择机制 会往当前存储量比较小的节点 进行写数据 因此在扩容的时候 就不需要进行数据迁移 也能做到数据的均衡 那此外呢 booke也是以ebo的方式 将数据进行批量刷盘 并且在刷盘的时候 会对批量的数据进行一个优化排序 以便后续能够进行顺序读起 那么因此也就没有了 卡夫卡中产生的分居太多 带来的随机读写的问题 因此大集群和应对突发流量的场景下 就更加适合使用PASA 那消费模型方面的话 PASA提供了四种消费模型 Exclude 对Over是常规的流消费模型 与卡夫卡较为相似 那Shield则是对列的消费模型 我们重点说一下Shield的这种消费模式 Shield的方式是允许一个分区 被多个消费实力同时订阅 协同消费的 并且它采用的是 让Robin的方式推送数据 给不同的消费实力 按照消费的速度 推送的数据量也是有所不同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消费的能力的拓展就不再 依赖分区的扩容 同时针对于消费不均衡的问题 那Shield这种方式也会更加的友好 而KShield这种方式的话 则是在Shield的基础上 对顺序性有要求的场景 那么可以按照K进行消费 那了解完PASA设计架构 和消费模型之后 基本上我们之前提到的问题 就能够解决了 那么PASA的海量分区 消费拓展 精准限流 流量均衡这些特性 也为我们的集群高可用 高拓展 高资源利用率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那么下面进入第三部分 我会从流量控制和数据管理 这两个比较核心的方面 出发介绍在PASA使用过程中 进行管理方面的一些时间建议 在流量控制方面 其中比较关键的部分则是 Bundle的管理 Bundle控制的流量 就是控制的用户流量 到博客的具体的分布 那么前面说到 博客不会与Topic建立直接的联系 而是在博客之上 会抽象一个Bundle的概念 来建立Bundle与Topic的一个关系 那么Topic它会通过它的名称 去计算它的哈希值 并散叠分布到一致性哈希环里面 那哈希环的每一段 就是一个Bundle 那么通过该方法的话 它就可以找到Topic 对应的归属的Bundle 另外LoadManager 也会根据Bundle的一个负载情况 将Bundle分配到对应的Bundle上 并且将这部分的原数据 维护在ZK中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博客和Bundle的一个贵属关系 以及Topic与Bundle的贵属关系 都确定了 那么这样子也间接就实现了 博客和Topic之间的一个联系 那在了解完Bundle的原理之后 那么这里需要有几个注意的点 第一个点就是 Bundle的个数会影响到 进程的效果 因为通过的是一致性Hashi 去确认Topic应该落在哪个Bundle上 那么就代表着 这个Topic与Bundle 并不是一个均匀分布的关系 那么因此也就会出现 某一些Bundle上分配的Topic较多 那一些Bundle上的Topic就会较少 甚至可能有一些Bundle 就没有任何的Topic分配 那么如果Topic我们越多的话 那么如果我们的Bundle越多的话 那么我们Topic 就会分配到更多的Bundle上 那么每一个Bundle 承载的流量就会越小 那么力度也会越细 这样子通过Parsar的 自动均衡的效果 那么它的均衡的效果也会越好 否则就会出现一些Bundle比较大 那么我们无论怎么去迁移 卸载这个Bundle 都不能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均衡效果 那么第二个点的话 就是Bundle的信息和 Worker的映射原数据 信息是存储在ZK中的 那么因此我们除了要做好 Bundle的数量的规划 也要对Bundle的一个总数量有所节制 这里提供一些Bundle的设置思路 那么在Vivo的话 我们会根据博客的一个数量 来设置Bundle的数值 并且设置最小的和最大的Bundle数量 来控制Bundle的总数增长 比如说你可以在Namespace 设置一个Bundle数为200到500的区间 那么Bundle的数量就以 Bundle的数量乘以20来设置 那另外的话 还可以对流量比较大的一些 Topic设置比较大的分区 这样子它的每一个分区 都能够比较均匀的落在多个Bundle上 那么也需要注意一下这里 就是PASA虽然提供了海浪的分区能力 但是过多的Topic 或者分区产生的Lookup 对集群来说也是会有不小的压力的 那么因此如果你是一个集群管理者 那么Bundle或者是分区的设置 都需要提前有所规划 来杜绝Bundle或者是分区 构出滥用的情况 那么在Bundle的操作方面 则需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Bundle提供了一个 PASA提供了一个卸载Bundle的操作 可以解除Bundle与Broker的一个关联关系 那么将Broker重新分配到负载较低的节点 那么这个操作一般我们会用于流量的一个载均衡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就是 Bundle的卸载会断开Producer和Consumer的一个链接 会重新进行Lookup 那么同理的话 卸载NameSpace也是会将这个NameSpace上面 所有的Bundle 以及它对应的Producer和Consumer全部断开 那么因此如果我们线上一般有流量的情况下 或者是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 就更应该避免直接去unloadNameSpace这样的一个操作 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BundleSplit的方式 对流量较大的一些Bundle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拆分 将整体的影响降到最低 那么总结而言的话 Bundle与流量的分布是仅仅相关的 然后同时Bundle的操作也会直接导致流量的迁移 它对客户端的影响也是最直接的 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不仅需要去注意一下 就是那个流量的均衡的问题 也需要注意Bundle变动对集群稳定性造成的影响 需要去避免大批量的一个Bundle的卸载移动 那么建议在集群管理之初 我们就需要去控制好Bundle的数量 以及做好对Bundle的相关的一个操作测试 那接下来是数据管理方面 会从数据的存储过期删除三个角度进行分析 第一个是数据的存储 这里简单先说一下数据写入Ledger磁盘目击的一个过程 就是每一个topic分区在一段时间内 只会创建一个Ledger去维护 这个分区写入的Entre数据的归属 那么topic分区写入的数据 它就会以Entre的形式经过Broker写入 Net的一个线程处理对列 那Net的线程会依次从这个对列 获取每一个Entre 那默认的情况下的话 数据写入是由Net线程直接去处理的 会根据该Entre的一个Ledger的ID 对磁盘目录进行取谋 选择写入的一个目标磁盘目录 那么最终的话也是 以一个EntreLog文件和RogsDB 索引文件的方式进行存储 那Ledger实际上是一个分区 在一段时间内写入数据的一个 逻辑的管理单位 它维护了这段数据 它维护了这段数据 所存储的一个bookkey的位置 那么一个topic分区 在某段时间内的数据 只会被一个LTV的Ledger进行管理 那么当这个Ledger达到翻转条件之后 则会将这个Ledger设置为close 并且创建一个新的Ledger重新计算 它该写向哪一个目录 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Ledger翻转之后 分区的数据才会写入一个新的目录 那么因此Ledger的翻转 就是变得非常重要了 我们先看一下Ledger的翻转的规则 是怎么规定的 在满足Ledger最小翻转时间的情况下 还需要再满足Ledger最大翻转时间 Ledger的最大的安全数量 Ledger的最大大小 其中一个条件才能触发翻转 那么这里也需要注意一下 Ledger最小翻转时间这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的初衷就是为了防止Ledger过快的翻转创建 因为Ledger的元数据是维护在ZK上的 因此翻转的最小时间 是一个防止Ledger元数据过快增长的一个手段 那么这里也会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最小的翻转时间的存在 可能会导致我们的Ledger的大小 有可能会远远超过我们刚才说的 设置的那个三个上限值 那么在线上的使用中我们发现 某一些流量比较大的一些topic 在满足了Ledger最小翻转之后 它的Ledger的一个大小就可能已经达到了一两百个级 远远超过了我们设置的一个上限值 那么Ledger过大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 第一个就是Ledger只会在翻转之后 才会创建新的Ledger 并且根据路由规则写向另一个Ledger的字牌目录 因此如果你的那个Ledger太大的话 就会导致某一段时间 某一段时间会写入太多的数据到某一个磁盘 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磁盘不均衡的一个问题 同时对于一些针对于Ledger为对象的操作 它可能也是会受到影响的 比如说你如果达到了分层存储 卸载的那个数据预值 那么它可能会存在数据不能及时卸载的问题 或者是卸载的时间会变得非常长 那我们也可能会遇到就是存在的数据还没有完全卸载成功 但是整个Ledger可能都已经被标记过期删除的这种情况 第二个的话就是也需要注意一下Ledger间不均衡的一个问题 LedgerID是在集群维度进行递增的 那么因此在分区维度 按照LedgerID对磁盘目录取摸的方式 它其实并不能做到一个磁盘目录均衡的一个写入 但如果我们保持Ledger的大小一致 且大小合理的情况下 比如说一个G有个G 那么根据我们测试 一定程度上会对配置了多磁盘目录的磁盘间的一个均衡问题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 那么建议就是可以根据业务的消息的情况 适当去调整Ledger的一个翻展参数 同时你也可以去针对一些比较大的TOPIC 去针对去扩大TOPIC的分区 来减少单分区流量的方式 这样也是有助于防止Ledger过大 和Ledger大小不均衡的问题 那第二部分则是数据的过期 那么数据的过期它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未被ACK的消息 也就是backlog消息 这部分消息不管多大它都不会删除 第二个阶段是已经ACK的消息 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订阅如果主动ACK后 会标记为非backlog的一个消息 如果有多个订阅的话 我们就是以最慢的订阅为准 那么如果没有活跃的订阅或者是消费太慢 那大部分的消息都没有ACK的话 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种情况 这里就会以TTL来发挥作用 那么超过TTL存活时间的消息它就会被主动ACK 那本质上它其实也是移动了cursor 那么第三阶段就是消息保留时间的一个检查阶段 那么retention是设置对已经ACK消息的一个保留策略 那么如果在retention的保留周期或者保留大小内 那么消息是可以得到保留的 那么第四阶段的话就是数据的一个删除阶段 那也就是超过我们retention保留时间 就保留周期和保留大小的消息 那么系统就会从当前已经ACK消息的最新的位置 往前去检查哪一些ledger已经过期了 就会在zk上面把它标记为删除 那么这里的话需要注意的就是 从上述的一个消息阶段的演化来看 PASA给了我们比较大的一个操作的空间 但是也对用户的使用和集群的管理者来讲的话 可能这个过程就会变得有一些复杂 那么这里就是建议 如果你是一个集群的维护者的话 最好设置一个统一的规则去管理数据的保留问题 比如说如果你需要做到类似于卡不卡的消息的保留习惯 那么你可以设置TTL和retention保留周期为相同的值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 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数据的删除 上面我们讲到retention的数据会被标记删除 那么数据在磁盘中真正被物理删除 又是什么时候被执行的呢 那么这里就看一下这个 不可以再处理数据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不可以再处理数据写入的时候 会将同一段时间内写入的数据经过排序 然后flash到同一个entree到个文件中 然后并且把它的索引存放在那个rooksdb中 那么这些数据可能是归属于多个ledger的一个entree 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当某一些topic的数据过期或者被删除时 那么过期数据关联的所有ledger 它都应该被清理掉 但是由于多个ledger它同一时间内的数据 都被写入到同一个entree文件 entree log的文件中 那么这样的一个清理过程可能就会变得有一些复杂 那bookk的一个处理方式的话就是 是启动一个garbage collector的一个线程去进一步 对已经标记删除的数据进行一个物理删除 那gc的清理线程分为minor compression和major compression 它们两者的区别就是预值不同 和那个间隔时间也是不同的 那默认情况下的话 minor compression的一个清理间隔是一个小时 预值是0.2 然后major compression的清理的时间间隔是24小时 然后预值是0.5 那这里的预值是指的是 logentree file中的一个有效的数据占比 entree log维护了一个原数据的entree log my data 它记录了ledger的列表 ledger大小以及剩余的有效的数据比例 那么gc线程会定时去扫描每个entree log 剩余的有效数据比例去判断它是否需要compression 当满足compression时 那么gc线程就会依次去读取entree log log文件中的每一个entree 去判断这个entree是否过期 如果已经过期了 那么就直接丢弃 否则的话就会把它写到一个新的entree log文件中 并且更新这个entree 在rogsDB的一个锁引位置 那么这里就需要注意一下 如果我们的机器的资产比较小 并且你发现我们数据也迟迟得不到删除 那么你就应该去调整一下 minor compression和major compression这两个参数 那同时的话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 就是为了防止compression对集群的稳定性造成影响 那么我们需要去配合compression的一个限速策略 那以上就是集群管理从流量控制和数据管理两个维度的一些实践经验和建议 那么下面交给陈建波同学继续讲解监控方面的一些实践 大家好 接下来由我介绍第四和第五部分的内容 先看第四部分 PASA的一个监控实践 那上图是我们针对PASA的一个指标监控采用的那个监控架构 那指标采集这块使用的是普罗米西斯 使用它的一个远程群属特性 将格式化后的一个指标发送到卡夫卡 那得了一个消费卡夫卡的数据 可以作为Graphana的一个数据员 那配置Graphana的一个面板 就可以我们查询我们的指标了 那为什么不使用普罗米西斯来的群属数据呢 主要是说因为我们会查询一个月甚至更久之前的数据 一旦执行规模上来了之后 PASA的一个服务的指标 是一个不小数量级的一个数据 那考虑到普罗米西斯对于内存 CPU等等资源有前一段 以及重启后还需要加载一部分的数据 重启会比较慢 所以我们只考虑使用它的一个采集能力 那左边这个图呢 是我们Graphana现有的一个核心指标 那分为客户端 Blocker端 和Booker端三类 那在日常测试 定位问题的时候会经常用到 那除了官方提供的这些指标之外 我们还开发了Bundle相关的指标 那比如说每个Bundle一个出入流量 那分区在Bundle上的一个分布的一个情况等等 那还有Blocker端 也统计了P95 P99等等 读写原则的值 我们也基于请求对链的积压情况 来实现Blocker端的那个负载指标 那很容易得知啊 Blocker当前的一个负载能力是什么样子的 那看一下第五部分 问题的一个优化的案例实践 那先说一下负载均衡 那负载均衡呢 最重要的目的是支援的一个平均分配 那差异大的话可能会造成稳定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尽量保证节点之间流量是均衡的 那均衡的频次不要太多 否则客户端和平方的断联和重联 那上面展示的这几个主要是参考社区的一个经验来优化的 那最下面的三个权重相关的指标参数 都调为了0 是因为我们集群使用的是相同的机器 那更关注各个节点的流量是否是均衡的 对内存的CPU我们并不是特别关注 优化完这些参数之后 我们验证一下均衡效果其实还挺不错的 但是说不是代表以后都没均衡都没有问题了 下面我们来看个案例 这是一个30个分区 TOPIC 180个Bundle的一个均衡场景 从左上面那个图我们可以看到 节点之间的流量差异是比较大的 会有一些直线上升或者直线下降的一个情况 它是Bundle的一个unload导致的 为了方便跟踪Bundle的一个分配情况 监控流量波动的原因 上面刚才上面也说到了 我们开发几个Bundle相关的指标 右上面这个图呢 就是分配到Bundle的一个TOPIC分区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有两个Bundle分配了四个分区 比其他Bundle多出三倍 那假设每个分区的流量是相同的话 那这个Bundle流量理论上也会比其他分区高出三倍 因为这里说的一个单个TOPIC的一个场景 所以情况不会太复杂 那最好还是要看各个Bundle的一个流量情况 我们再下结论 那左下面这个图呢 是我们每个Bundle的对应的流量的情况 上面有Bundle的被分配到哪台机器上 这些信息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能很直观的看出来 机器 Bundle流量商者的一个关系 那大家可能留意到 左下面这个图并不是和上面的图 时间上是对应的 因为是当时是忘了解这个图了 所以这里只是贴图说明了一个分析的一个过程 那有了这些直观的指标之后 我们就比较容易的得到解决的一个思路 我们要把尽量尽可能的打散到各个Bundle上面去 所以前提Bundle的数量一定不能太少 Bundle的分区分配到哪个Bundle 特别个分区分配到哪个Bundle 是通过哈希双法来实现的 那这个案例明显就是分区数太少了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把分区数给扩大 那这里我们把分区数调到120个 那Bundle的数量还是180个 没改动 增加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右上面这个图 Bundle的分布相对之前已经分少了很多了 大和小的Bundle的流量 也不会出现好几倍的一个差异 总体上比之前均盖的很多 均盖的频率也有我们之前的一切 一天大概200多次 接到一天大概10次左右 基本上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那我们再来看个例子 这是一个客户端发送性能相关的 跟上面是相同的业务 那当台消息大概是1k 那也是Dogtop的一个场景 分区数 从30个增加到120个之后 几天之后我们重许客户端 更新客户端 并重新客户端之后 就发现流量出现了大概30% 甚至更多的那个下降 那最后这个掉零呢 是因为我们把流量给切走了 可以不用特别关注 那主要的配置客户端参数 像下面这样子所示 Mass Padding 这个跨分区的一个对类长度 我们设成4万 默认是5万 还有BatchMass Publish Delay 这个值是原时的发送 批量原时的发送那个值 时间是50毫秒 默认是1毫秒 BatchMessage 这个是设成2000批量的分批数 分批的一个数量 每一批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批式数 设成2000 默认是1000 BatchMaxBice 这个是批量的那个最大的打那个 字节数 磨研是128k 那BatchCast 这三个参数 那只要满足任何一个条件都会出发 打包并发送EP 那为什么会在发版重启之后 流量会出现下降呢 而右上面这三个参数 这几个参数设置 我们来分析一下 那MassPedMessage 它是由于 由出手号这个MassPedMessage 和那个 夸分区的一个平均数 来到最小值来决定的 假如说它的最终的值啊 它是1333 而其他的参数值和之前的是一样的 比如说BestMessMessage 这个还是两千 那原始的发送值还是五少秒 我们来发送 我们来分析一下 发送消息的一个流程 假设某一个时间点 Shamphor这个信号量 假设是零 也就是说带发送队列已经满了 就是1333条 这时候发送现成会进入一个 主射等待的一个状态 不能立马 直行发送 是因为最大分批条数是两千条 那堆列中只有1333条 还下几百条才能够达到我们的发送条件 所以啊 这里只能等待定时现成 Timer BestTimerTask这个定时现成就出发发送 也就是说最多五少秒 定时发送一批1333条的那个消息 因为max padding message这个值啊 这个求值的一个过程 是在partition producer这个过程行数里面出售化的 它会用到分区数 那添加分区之后 需要重启客户端 才有堆列长度生效 所以说回上面的那个例子 max padding message 这个堆列长度 所以有重启前的1333变为重启后的333 也就是说为五少秒 发送1333条变为 只能发送的333条 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batch message message这个最大分批数 对性能的一个影响 其他客户端参数还是和上面的例子是一样的 那batch message 我们最大的一个分批数 从2000 调为200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性能提升了10倍 那这里啊 我们还是建议 呃 原时这个值 呃 batch batch max publish delay的这个值 原时的最大值 呃 时间不要设置过大 同时要确保 呃 batch message 这个最大的分批数 要比呃 呃 对列长度 就mess padding message 这个追踪值要大 啊 否则呀 就会等待定时现成的处发 才能执行发送 那再来看一个呃 一个broker 当机导致的一个集群流量周件的一个问题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过降原链的一个 其中一个场景 那q-9一台broker之后啊 我们就发现 呃 其他所有的broker流量都往下掉了 呃 过一会 大概30秒 又上升 恢复正常 我们可以从上面 左上面这个图可以看到一个呃 呃 有个掉坑的一个情况 流量掉坑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在本地测试一个发生过程中啊 就发现呃 呃 呃 线程和注册在 can and can request 这个方法上面 很长时间 啊 然后我们来分析一下 先下面这个图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场景 那其他分区还是比较空闲的 那只有第四个分区已经满了 这时候 发送县程 会在第四个分区上面去组成等待 那其他分区 我就算空闲 只是也发送不了 因为一台broker可能分散了很多不同的一个分区的话 那出现这种情况 那流量的波动很可能会影响咨询一个稳定性 那为了间谍问题的一个影响啊 我们整理的一个优化思路 呃 要让发送快的那些分区 尽可能多的发送 呃 我们可以把阻塞的点 可以从producer implement 移动到 partition producer这个 类上面 那如果分区 producer implement 出现了一个对列 已经塞满 阻塞时间比较长 我们可以把这个分区 给排除掉 那实现起来的话 可以分为两个对列 一个是可用的producer 一个是不可用的 那如果是第一个图 呃 一个刚开始状态 比如说第一个图 呃 第二个图 呃 假如说有部分分区已经填满了 那第三个 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分区满的话 我们还可以阻塞 等待一小段时间 那第三个图 我们如果是说发现再满了 还是满了一个状态的话 我们可以把那个呃 呃 分区挪到 不可用的一个列表里面 那把它临时给排除掉 如果是说这个排除掉的分区 过一段时间之后 它能空闲到一定的状态 我们再把它加回到可用的分区列表里面 这样子的话就能避免某个分区 发动慢导致的一个阻塞的一个情况 优化之后 我们再尝试一下Q-9 其他broker 其实短时流量是短时往上涨的 因为这台broker当机之后啊 它的流量会分流到其他broker去 这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但是啊优化 我们的优化只支持Royal Robin这种路由策略 那如果是用户是定制分区的话 把这个分区排除掉 可能违反用户的一个本意 也会导致一些业务的问题 那引申一下 当一个producer implement上面去 对应的那个broker如果出现 不管是网络慢啊 还是处理慢的一个情况的话 都有可能会导致 发送现场一个阻塞 业务 所以说业务发送的一个消息 是受限于最慢的那个producer的一个速度的 我们的案例就讲完了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未来的展望 那第一 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啊有很多问题 实际上是通过服务端的那个监控指标 是比较难分析出来的 我们希望有详细的端到端的一个前列路的监控 来协助定位分析问题 第二 pasa主要是面向大数据的用户 那公司内部的frink spark 德里域啊 这些核心的组件 与pasa的一个交互 还需要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测试落地 第三 考考的流量 群量 群量的一个流量还是很巨大的 还群在不小的一个挑战 基于kop的方式呢 能帮我们实现低成本的一个 牵移以考考的一个群量的业务 最后啊 而容器化的落地能充分发挥 大小云原生的一些优势 那所以在未来啊 容器化的探索也是我们需要做的 那以上就是我们整个所有的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